很多网友对这段视频感到好奇 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嘀嘀哒哒地吹起小号 就能让管道上的火苗跟着音乐跳动呢 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具备极高的音乐天赋 而在下不才 正好自幼就是一名先锋号表演艺术家 因此对吹小号导致火苗跳动这一现象 可以负责地说 我也是一脸蒙蔽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分析揭示其原理 据史书记载 这根管子是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卢本斯 在1905年发明的一款驻波式波器 卢本斯以谦逊的态度将其命名为卢本斯管 这根管子上有一排小孔 一头用侧板封闭并插上进气管 通入屏丸或其他易燃易爆气体 另一端则用塑料薄膜绷紧密封 当管中屏丸的气压稍高于外界大气压时 屏丸气流就会向小孔加速运动 气流静压则不断降低 从小孔喷出后 静压降低到和大气压相等时达到最大流速 然后和空气掺混撞击 减速到零 根据伯努力定律 屏丸气流在最大流速时的动压 等于小孔内外的气压差 因此小孔的排气速度 和孔内外压差的平方跟成正比 由于排气速度越大 火焰就越高 所以想让小孔喷出的火焰高低不同 就要让小孔内的气压大小不同 而有效的方法则是吹响喇叭 通过空气震动引起薄膜震动 使管中出现向前传递的疏密区块 也就是屏丸中的声波 这样沿管到轴线前进的疏密区块 所对应的屏丸压力 就连成了一列同步前进的横波 这列横波遇到管闭后就会反射回来 变成频率波长相等 但运动方向相反的反射波 于是入射波和反射波出现叠加 形成了波峰波鼓在原地震动 但振幅加倍的铸波 在铸波振幅为零的波结处 屏丸压力不随时间变化 而在振幅最大的波幅复处 压力再大幅改变 导致波结两侧小孔的内外气压叉 出现了同步的反向增减 这样小孔内外压叉增大时 就会使屏丸流速增加 火苗窜得更高 而压叉减小时火苗就会变短 甚至因压叉为负 使小孔向内吸气导致火苗熄灭 可实际上卢本斯管每个波结两侧的火焰 都维持在几乎固定的高度 并没有急剧起伏或熄灭 原来是这列表征压力变化的助波 其波长和频率与管内的声波相同 而一个吸掉喇叭会使管内出现约300赫兹的声波 因此波结两侧的压力就会每秒交变约300次 由于压力变化太快 导致火苗窜起来后并没有完全燃烧 火焰内部还残留着可供继续苟延残喘的柄丸 此时小孔压叉减小到了负值向内吸气 又使空气向火焰底部流动 与残留的柄丸继续反应 从而维持住了燃烧速度和火焰高度 而柄丸差不多彻底燃尽时 小孔又恢复了正压力开始喷气 还没等到吸火便蓄上了燃料 因此薄膜以固定频率震动时 波结两侧的火焰高度 并不会随着小孔压力交变而变化 同时只要用不同频率的声波 引起薄膜震动 就能让管道内的注波 跟着改变波长和频率 使火焰起伏的间隔随波长而改变 同理只要发出不同响度的声音 就可使管内注波的振幅跟着改变 导致火焰的总体高度 跟着注波振幅变化 所以卢本斯把这一排火焰 当作只是管内注波的波长 振幅 以及波结和波复位置的试波器 虽然这个东西如今已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但它却具有一定的娱乐观赏性 并且重度手餐人士也可制作 只要弄根铁管子 上面钻一排小孔 一头用橡皮筋把塑料袋扎起来 另一头用皮管子捅到煤气罐上 将小孔的喷气流点燃后 即可对着塑料薄模放音乐或吹喇叭 但这具有韵律的火苗子 令人昏昏欲睡 而且供给压力过大或过小 都容易熄火 因此弄不好您再次睁开眼睛时 看到的可能就不是注波 而是煤气爆炸的激波 感谢观看